Hello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本期的死亡笔记人物志 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贯穿了全区的小人物 世神者,松田淘泰 松田淘泰是其他调查小组重要的一员 也是前期警示厅小分队中最年轻、自力最浅的一位 性格方面,他乐观开朗、待人真诚 可做事却比较神经大条 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总是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好在这种不靠谱在后面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松田本身并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进入警示厅的 而是整个其他调查小组中 唯一一个通过父母的关系走后门进入警示厅的 他的第一次登场是陪着夜神总一郎一起参加ICPO会议 这也是他步入警察生涯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会议 在会议结束后,他跟着警示厅所有成员一起 参与了前期的其他抓捕行动 在夜神总一郎意识到调查会危及所有警员的生命 前驻日本的FBI探员已经全部丧命 各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其他的抓捕 要求全体警员自行选择未来的时候 松田心中的争议 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在其他调查小组 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 警察的工作没了也不可惜 还不如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在越接受米海莎的邀请 前往青山见面的时候 他便因为年轻被安排伪装跟随越一起前往 只是米海莎并没有露脸 让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后面在L解除了对越和米海莎的监禁后 他被L暂时任命为米海莎的临时经纪人 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和保护米海莎 防止意外的发生 另一方面则是对米海莎的监视 因为L始终都没有放弃对米海莎的怀疑 在日本警示厅因为四叶集团的施压 正式放弃对其那的追查之后 他为了自己的正义感 也为了让自己能够做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不再被人小看他是一个走后门的 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警察的职务 留在了其那调查小组 在他心里 警察这一份工作本来就是走后门的 要不要也无所谓了 这里虽然是他正义的体现 但实际上也证明了他公子哥的性格 面对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只要想都不想就直接放弃了 就算是走后门 也完全没有替帮他开后门的人考虑 在展现正义的同时 还是有一点点韧性的 最后在调查小组将目标锁定在四叶集团的时候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松田冒着生命危险 在四叶集团高层特殊会议的门口偷听 想要找出他们与其那有联系的证据 虽然拿到了确切的证据 但却被四叶集团的众人发现 将自己暴露在了危险当中 好在他集中生智 以米海莎经纪人的身份 假装是要推荐米海莎到四叶集团当艺人 在经由其那调查小组的众人 以及米海莎的配合 才让他勉强躲过了一劫 随后为了让他彻底安全 在其那调查小组众人的帮助下 他成功以假死的方式蒙混过关 彻底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也要庆幸活口在这个时候 并没有交换死神之眼 才让松田得以侥幸逃脱 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为了逼迫四叶集团的其那现身 L安排松田作为证人 参加电视台的执政节目 在勇敢的退缩之间 他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勇气 挺身而出 好在L并没有打算让他真的参加 只是让他的人偶出现在了现场 而这一场采访 也成功帮助调查小组引出了火口 让众人得以成功将火口抓获 只可惜这一次看似成功的抓获 直接导致了L的死亡 其那的真相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好在调查小组并没有因为L的死亡而溃散 而是在夜神总一郎 以及依旧在伪装的夜神月的带领下 以月为主导 继续展开了对其那的调查 最后因为夜神装玉被抓 夜神总一郎被迫交错地放在警示厅总部的死亡笔记 导致了笔记的失踪 夜神总一郎在重获笔记后 为了将继而一行人抓获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松田也在这一次的行动中负伤 而夜神总一郎在死前对月说的那一句 你不是其拿 在一定程度上 也冲击到了正在阻止月 要求父亲写名字的松田 因为他知道夜神总一郎拥有死神之眼 此话一出便解除了月长久以来的嫌疑 自己终于可以将月 视作一个可以真正信赖的伙伴了 虽说这样的他还是很单纯 但内心的纯洁也是他最大的特点 只可惜在最后全都被月给回了 最后便是尼亚揭穿了月的身份 一开始还不相信的松田 在月彻底暴露 并开始利用藏在手标里面的笔记写名字的时候 松田终于意志补出心中的愤怒 拔出手枪 背了月写字的手 还连续开枪 想要将月直接毙掉 因为他知道自己开枪 是在替自己心中的正义名不平 更是在替自己最尊重的 前任上司夜神总一郎名不平 明明在夜神总一郎的表率下 众人都那么相信月的为人 可结果他却辜负了一切 要继续做那罪恶的化身 好在向泽等人及时阻止了他 才没有让他将月射杀 没有放下过错 在结局的时候 正在执情的一出和松田 因为尼亚的问题 重新聊起了奇拿 当一出问松田 是不是很在意月的时候 松田并没有说话 从他后面的话语来看 我们也知道 自从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在他的心中 一直存在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现实 一个则是奇拿世界 他不会去追求奇拿世界 但他也清楚 尼亚的正义 并不是真正的正义 他依旧以开朗的性格是人 会去与新人开玩笑 但追出那个充满正义感 又单纯的松田 随着奇拿事件的结束 也就消失了 松田是整个调查小组中 最没有存在感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 因为他本就没有太多 突出的能力 甚至在行动中 也时常出岔子 给任务带来困难 可他偏偏又是每一个团队中 最不可或缺的那一个 因为他相当于是一个团队的 气氛调和者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让团队的氛围 没有那么严肃 比如在月跟艾尔吵架的时候 便是他的一个电话 加上简单的吐槽 让原本剑巴弩张的氛围 瞬间轻松了下来 在冒进调查 四叶集团的时候 也是他这种天生的 擅长调节气氛的性格 帮助他集中身智 躲过了一劫 只可惜这位性格单纯 且富有正义感的年轻警察 最终还是在现实的残酷中 成长了起来 自己敬重的上司 为了整个团队而牺牲 而让他牺牲的 却又是自己非常重视的同伴 还是上司的亲生儿子 天使与恶魔来自同一家 而且还是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 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刻 我相信他心中的信仰 一定是崩塌的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的 想要将越射杀 才会开始对所谓的绝对正义 产生怀疑 在最后认为尼亚等人 也不过是在某些事情上的 相对正义罢了 甚至曾经作为其那分身的魅相 都有可能是被他们 抹杀在牢狱当中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 松田曾经是相信绝对正义的 甚至觉得其那世界 有可能实现 这是最终的现实 让他明白了 世界上永远都只有相对正义 而从来没有绝对正义 而那个单纯的年轻警察 也在整个事件结束之后 再也没有了那一份单纯 虽然他依旧是老样子 可他终究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在视频的最后 依旧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这位曾经极其单纯的正义警察 松田淘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15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